我们继续要来看的是政府要帮民众加薪 祭出的是中小期加薪的条款 但是有前提就是失业率要在3.78%以上才会来实行 但是劳工团体就批评了这不是很奇怪吗 景气好本来就应该要加薪 怎么会反而是景气不好才要加呢 这根本就是本末导致 从不起客 包装满超过300块的衣服 上班够辛苦了还得东省西省就是因为薪水不够多 政府祭出中小企业加薪条款失业率3.78%以上 继层员工加薪3% 但这样的指标被批评没有意义 不管景气差或景气好 大企业赚的钱 我们的企业赚的钱都不会分享这样的一个果实给劳工 所以请不要用所谓的失业率来作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交换条款 景气好就该加薪 反而要等景气不好才加 不止指标太单一 就连政府提出的企业加薪就减税 诱因也不足 其实调上去就很难调下来 所以这种永久性的支出 去用硬点的这种租税的优惠 我想大概都应不知道 减少企业影所税的额度 目前经济部倾向130% 但立委要求加码到150% 甚至200%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照决议呢 在两个礼拜之内 做好三种可能的碎市支出评估 然后送到院会做朝野协商 生小孩很痛照料小baby也很辛苦 劳动副也修法产假的给薪制度 原本产假领的是前一个月的薪资 现在可以以前六个月的平均薪资来计算 我会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就可能在那半年内 然后她换了两个工作 那可能薪水方面就不是那么的稳定 生产前孕妇因为害喜请假收入往往大幅减少 像业务类型的妇女原本底薪两万四 业务奖金只拿三千 但修法后拉长到前六个月的薪资 业务奖金六千 一天薪资九百六十元 请两个月的产假多了三千三百六十元 不舒服可能会请假啦 可能就业绩会减少 怀孕当妈妈很辛苦 现在修法上路让更多人受惠 东森财经新闻张一华 陈文堂台北报道 今天